三星Galaxy Note 3 & Gear 创造属于你的精彩 三星Galaxy Note 3 年轻不怕火 只怕没有燃烧火 天窝茶庄 碳烧奶茶 优选进口牛奶 上等乌龙 经历高火冒险 过把火 裁过位 天窝茶庄 碳烧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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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迅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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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 Sports It's in the game 现在FIFA项目的对决即将开始 对阵双方分别是 陈南以及赵伟明 这两位为了梦想努力的足球小将 今天将会以冠军为最终目标全力奋斗 WCG2013中国区FIFA项目总决赛 谁才能最终站上至高的领奖台 让我们欢迎陈南以及赵伟明 给你好精彩欢迎收看牛TV 为你带来的三星电子杯WCG2013中国区域总决赛 FIFA项目最终的冠军争夺战 那这边看到对军中方分别是陈南哥赵伟明 那现在的选手已经是进入到了对战席之中 对这一次也是一个老将和一个新人的军场吧 这位叫做赵伟明的选手 是一位来自一批战队的新人 是一位新人就出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位选手 而这个叫做陈南的选手 据说是达克斯基2004年的中国出的亚军 非常强啊 我觉得在几年之后也是快登记十年的时候 还能看到这样的一位选手 登上决赛的舞台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对吧 他用的阵容 也许他用的阵容里面的选手都已经退役了 但是他还在坚持在这个舞台 这次我也是做了一些了解 赵伟明他是使用了最新的德国队 使用了最新德国队 而这边的陈南 是用了比较传统的这个号码 这样的话 我们也是在非法比赛当中 比较少见的就是看到了两支球队 一般来说他们会选择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队伍 然后基本上会有同样的阵容来进行对抗 在去年的比赛当中 用巴西队的选手比较多 而今天的话 我们就看到是用 这个一个用了德国 就是这位来自一批战队的选手 那这边也是看到赵伟明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对手的陈南的一个资料简介 对他对手陈南 陈南是来自北京赛区的冠军 年龄30岁的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 一位老校使用的是皇家马德里 那我们这边要看一看 好像 呃 两位选手 我们说的这个打法风格 都是比较像项目 就是使用了4231的一个 对手 了解了一下 就是现在打这个4231 他们可能会觉得 后方线上 然后在中堂 在中堂两个后腰 然后两个边 对 更多的是想依靠前锋 单前锋的这个特任能力来突破 是的 单前锋一位是赵伟明选择了德国队的哥麦斯 而这个 陈南的黄马是选择了比较传统的本大马来作为一个中松的一个角色 是的 大家好 我是KK 大家好 我是小色 那今天也是由我们两个人为大家带来非法项目最终的一个对决的冠军争夺战 连事说会非常的精彩 对 这三天我也觉得我们好像 第一次来到成都来做这样的中国区的比赛 有点累 有点累 对 确实确实 然后这边我们看到现在是 选手应该是在进行最后的紧张的调试之中了 对 我们这边要等待一会儿 等待一会儿他们就可以进入到比赛当中 好 我们这边看到选手已经是全部准备就去 那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这最终的非法项目的冠军争夺战 荣誉到底会是属于谁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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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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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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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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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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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